一大堂的大堂盤 看起來是很好吃 這是在咖哩縣已經有百年歷史的老店 不然團到第三代 由我們堅持勾發 每天到菜市阿京新鮮的大堂 回來還要上市處理 才不會有怪味 古早 古早我們阿公他們都聽話的盤 開始贏贏贏贏 然後 碰到我們大家的人 我也叫他聊聊著著著著著著著 人家說這個比較特色就是 好人家在大堂盤 做大堂盤 就這樣團下來 人家說會有味道 沒有味道 這間大堂盤 好吃的畢端就在的米跟湯頭 米是酸用材料的米 還加上大堆湯下去倒倒的烤 第三代的老闆女媽媽說 一天還沒說就拿來煮米 雖然辛苦 但是為了要讓人家吃到最中米的口感 從以前到現在的移動也改變 湯頭裡要有好價 南瓜酸 要烤兩點多久 這不是鳳梨的米 這是在來的米 這吃了 我們叫鳳梨是不一樣 鳳梨吃得飽起 這吃得蒸過米 要烤久才會好價 烤差不多兩三點鐘 那飯才會好價 回家裡沒有吃一碗大堆米 我參加回家裡的米 除了大堆米 點來的大堆跟紅麴的粉腸 也是人家很喜歡點的 女媽媽說她的大堆是用紅茶刀 跟她一般用土豆的比較不一樣 如果是有點小菜 一定要吃看看她的蒜用豆油 走在到外面的都不一樣 變形了 女媽媽說不曾點來只有她跟她個個的孫媳婦在不贏 例外漸漸漸漸 身體也不是說很好 未來怕你時世 如果沒有吃 可能就不會繼續做了 鄉親如果要吃看看百年老店的好廚 就真的要的百年機會了 南天新聞王依蹄 我喜歡你最咖哩菜用不得